两名年轻男子站在将近三层高的斜坡上 踩着滑板直冲而下 惊险画面让人看了胆战心惊 但这里可不是极限运动场 而是桃园市府的公共艺术造景 在这个地方溜滑板真的是太危险了 仔细看玩家溜滑板的位置 完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而这个地点就位在桃园市大新西路 国际路交叉路口的踩运广场 再看看这些艺术品上的扑面 一道道裂痕 表皮也都掀开 很明显就是玩家在上面踩滑板 留下的破坏痕迹 看看这些S型曲线的滑坡 宽度虽然有一公尺左右宽 但一不小心就可能衰落 两三层楼高的水池或地面 没有想到公园里的艺术造景 成了玩家眼中最刺激的极限运动场地 撇开危险不说 公共艺术被人乱入破坏 但桃园市府却浑然不知 会再加强保全巡逻的密度 如有此种情况在发生 为维护民众的安全及警官设施上的安全 会先采取驱离的动作 市府表示若民众旅圈不听 就会依法开罚1200到6000元的罚款 只是再看看这被刮的伤痕累累的艺术造景 破坏公屋不说 万一真的一不小心摔伤 闹出人命 恐怕破坏莫及 记者林中正聊一致桃园报道 我们进行的 区里总有 队长的